大家好,我是干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关于衣服、蔬菜 大家应该有买过新衣服吧 新衣服二手衣 那么通常很多人都在当台买了新衣服 新裤子啊 然后他们就可能当天他们就拿来穿 你们应该先把刚买的衣服拿去洗 洗过了之后呢,他们才拿来穿 在你还没试穿之前呢 可能之前有另外一帮人 他们已经有穿了这件衣服 只是因为可能款式不一样 不喜欢 他们颜色比较不适合他们 所以他们才没有去买这件衣服 可能衣服上都沾有那些气味啊 清洗掉,然后对我们的健康也是有帮助 还有我们每次常常喝的那种汽水啊 汽水罐啊都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有一件事情就是 你听过鼠尿病吧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鼠尿病 鼠尿病是怎么来的呢? 那些工作人员可能他们也不会说去清理这些 这些饮料吧 他们就直接放在那个仓库里面 或者可能那个地方刚好有老鼠啊 一些鼠类经过 就在那里撒尿啊还是什么的 那些触碰的人呢可能就会 如果他有伤口的话可能就会被感染到 我的建议是 最好能把那些刚买回来的东西都清洗一番 清洗了之后呢你们才过后才拿来喝还是拿来穿 那么蔬菜呢其实我是觉得应该把蔬菜放进冰箱 当你们想要煮菜的时候才把这些蔬菜呢清洗一番 清洗了之后呢才拿来煮 那么会比较好一点 如果你还没打算要煮的时候你把蔬菜洗掉 你把蔬菜洗了之后呢它的蔬菜就会没有了那个保护层 那么没有了保护层就会很容易被细菌感染 可能会 喜欢这个影片的朋友希望大家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在这里 謝謝,謝謝媽